菌肺炎在全球大流行 它有抗药性 而且传播力很强 状况严重 甚至会出现大白肺 可能要插管治疗 而其中有80% 都是发生在儿童身上 医生就提醒了 民众常常将梅浆菌 认为是一般的感冒 而如果咳嗽长达了两周 又没有流鼻水 很可能就是染上了梅浆菌 无论是在潜伏期 或是康复之后 都具有超强的传染力 大陆疫情升温 五种病原奇发 一届担心有抗药性的梅浆菌 会越变越强 由于染上梅浆菌 可能病发肺炎 严重恐酿成大白肺 现在一开始在全球大流行 尤其80%是发生在 一到十二岁的小朋友 让父母更加担心 一时也试镜 年底反台人潮增加 明年春节后 台湾可能迎来一波大流行 这个心情会溢出去 到台湾来也是很难避免的 拖个两三个月是有可能的 梅浆菌透过飞膜传染 潜伏期长达十到十四天 而这段潜伏期已经能够传染 传染力高达百分之九十 但此时却很容易被误诊为一般感冒 这期做比较 一般感冒会出现咳嗽 流鼻水 鼻塞 喉咙痛等症状 但一般三到五天就能康复 而梅浆菌症状 除了发烧 喉咙痛 还会感觉胸闷胸痛 却不会流鼻水或鼻塞 最大的不同是 若出现干咳 且长达两周 就要特别留意 患者精神还不错 就是很会咳嗽 他会咳很久 也不会有永久的免疫力 梅浆菌来势汹汹 还具备三大特点 年纪越小 感染后出现的症状 越难被察觉 而传染力强 甚至可持续到 治疗后无症状的两个礼拜 加上没有免疫力 就会不断重复感染 但最近网路上出现了 用洋葱 苹果 生姜 熬成汤 喝了就能止咳的偏方 食药署也辟谣 提醒民众 这样的食谱 没有科学论述 不要随意当真 至于如何防范梅浆菌 一时表示 回到疫情时的标准 亲洗手戴好口罩 才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 最好方法 记者周天杰 陈明轩台北报道